小五和小梧桐,怎么回事,到现在还不回来 紧急通知,紧急通知 鹰小医院附近出现了两只带着兔子耳朵的变异蜘蛛 请各位居民不要紧张,它们已经被包围了 兔子耳朵,整个樱花小镇只有小五和小梧桐有兔子耳朵 不好,我要赶快去看看 没错,这也是我比比东干的 我要让小五和小梧桐变成蜘蛛,然后被抓走 这样唐三就没法和我作对了 我可警告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,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了 小五小梧桐,你们一定要撑住啊,我这就来救你们 叔叔求求你们不要伤害他们,他们是我的老婆和女儿 你看他们有一样的兔子耳朵 唐三你说的是真的吗,可是他们现在还是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要把他们先带走 小五,你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,我该怎么办 对了,系统你快出来帮我想想办法 来了主人,想要让他们恢复原样,需要大量的魂力,我现在就开始收集,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 系统,你快一点,我感觉他们快要坚持不住了 已经收集完成,正在传送 真的太感谢你了,系统 小五小梧桐,我现在就帮你们恢复原样 三哥,谢谢你 你们两个没事吧 三哥,我们没事 只是我怎么感觉我的头怪怪的 对了 对了